半斤一公里的土地被传送到了三百年后的未来 城市之外则是充满各种怪物的荒野 男主大姐被赋予保卫色谷的职责 穿上了最为先进的外骨骼战斗装甲 他们今天的目标是去野外获取另外两架装甲 分别由大姐的两位朋友驾驶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放游装甲的大楼处 开始进入内部寻找 而在附近保护他们的大姐 竟发现三公里处有一只庞然大物正在徘徊 大姐早就想找几个家伙练练手了 便直接冲上去要灭了他 可就在这时候 未来人米罗发现大楼附近竟有一只沉睡的巨兽 因为他极有可能威胁到队员们 便打电话让大姐过来 而大姐此时已经擅离职手 跑到了三公里之外打巨兽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看起来四只发达头脑简单的巨兽 竟然会玩吊虎离山 沉睡的巨兽很快便苏醒了 米罗没办法 便只能自己充当幼儿吸引他离开 更糟糕的是队员们获取战甲的大楼 也出现了巨兽 他们五个人就只有一把小手枪 无奈之下便只能让待他们的女警 开着警车吸引巨兽 以此给队员们争取获取战甲的时间 烧布留神便会命丧皇权 最危险的是 还有巨兽趁此机会攻击他们的家园色谷 警察们手里的枪根本就伤不了他分毫 半径一公里的色谷 甚至连一颗手榴弹也找不出来 如果大姐不能及时赶回来 那么整个家园都会被摧毁殆尽 就在大姐被巨兽抓住无法脱困之时 巨兽撞翻了抓着大姐的巨兽 他便因此脱困 随后使用光剑斩杀巨兽 解决完巨兽之后 他们便开始赶回去拯救队员 可就在这时候 负责吸引巨兽的警车被困住开不动了 很快便被追上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殉职的时候 带到烟雾散去 才知道队员们已经拿到了那两架战甲 他们一人拿着双持冲锋枪 一人拿着巨型狙击跑 轻而易举的干掉了巨兽 轻而易举的干净 拿出手 拿出手 哇 我現在 もう 我現在 不能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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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